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今日请听之旅步入台东 中午时间韩国瑜也特别参访 台东市伊宁文件站 请听部落族人的心声 而面对族人热情的欢迎 韩国瑜现场更唱起部落歌谣与族人同乐 韩国瑜大唱部落歌谣来回应热情的支持者 同时也提出政见 希望提升原住民在国际的竞争力 韩国瑜强调台湾原住民族权益不能被政府忽略 希望透过政策带动部落经济 让长辈们都能被照顾 而族人也认为部落人口外流造成文化断层 未来不管谁执政 都需倾听部落真实的心声与需求 其实不管是谁当选 这族语教学 我一直在想说 不只是学校 而且部落 家庭 这方面多方面去教导 韩国瑜台东之旅倾听部落心声 族人期待未来的政府能重视部落权益 让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能并进 不要让错误的政策 让族群教育工作再次受到伤害 原始新闻文竟然感觉到台东市采法报道